在地球上有个最神秘的建筑 被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这就是被法老诅咒过的埃及金字塔 金字塔作为法老们的灵物 它体现了王权神话的思想 在法老们死后尸体会被制成木乃伊 存放在金字塔里 根据古埃及宗教理论只要保护好尸体 人死之后灵魂还可以继续存在 三千年以后就会在极乐世界复活并从此获得永生 这与佛教理论中的转世轮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古埃及的每位法老从登基之日起 便着手为自己修建灵木以求死后超度为神 胡夫统治时期正逢古埃及盛世 因此他的灵木规模也空前绝后 胡夫金字塔原高一百四十六米 相当于四十层楼那么高 由两百三十万块巨石组成 每块巨石都重达数十吨 其旁边更有气势磅礴的尸身人面相相伴 狮子在古埃及人眼中 是力量与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 所以法老才选择他为自己守灵 他也确实忠于职守 这一守就是四千多年 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他的主人复活 胡夫金字塔的入口在其北侧面 距地面十八米 从入口通过永道可以深入神秘的地下宫殿 该永道与地平线呈三十度夹角 与北极星相对 由此可见北极星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 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沿着永道往里走就能到达国王墓室 墓室长十米宽五米高五米 墓室中仅放着一具红色花钢岩石棺 别无他物 而金字塔里面还隐藏着两大诡异之处 其一就是金字塔内部有着保鲜的功能 如果你将一杯新鲜牛奶放进金字塔里面 两天后再取出依然新鲜如初 其二就是金字塔拥有自动制造木乃伊功能 法国人安乐尼博维于1930年 前往金字塔进入到国王陵墓里 不经意发现污入金字塔的猫和老鼠的尸体 在潮湿的墓室环境里这些尸体并未腐烂 它们依然干透并成为了新的木乃伊 这也让后来某些考古学家们对金字塔产生了怀疑 认为它不是作为法老陵墓的一个重要论据